大家好,圣经淘宝日记,我是老王 这是我今天的收获,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个西形的猪笼 皮壳包浆玉纸都非常好 非常漂亮 这个是一个翡翠的 一个鸿匪的,一个随形的 然后外边个银着包了一下 一个小吊坠,这个还是不错的 一个绿松石的,菜纸黄 一个大龙 这块也是可以穿绳的,可以佩戴 一个小宝宝符 和田玉的,小唐姓 这是一个驰龙壁 这是两个驰龙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龙 它俩是这么的 这么的 然后这么的 一个摇变右的小斩 一个小驰龙 小驰龙出货币 这两个是核桃 一对 这个还是不错的 薄姜啥都挺好 比较大 这是黄家绿的一个玛瑙手串 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少见的 一个小驰龙的小鲜章 一个瘦面纹的一个小玉壁 小驰龙 手串 和田玉的小手串 这个是一颗老的这个蚕石码脑 中间是边上个沿着包的 一个小玉壁 这是一个小鱼型 小吊坠 可以穿个绳 这个也挺好看的 一个籽料 这是一颗老的籽料 年份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这个 这也是被盘完了 它上面有包姜 也是比较佩戴了 然后这是纯枝 这块有一点小柳 这个黑油皮挺漂亮 而且这个油性也是挺大的 一个小丝子 带着这个水银芡 一个明代的一个 雌龙的一个镇子 打开门 和田玉的 一个小柳子 这应该是个柳子 上面是雕了一个龙 雕了一个小刺龙 和田白玉的一个迷了佛 这个底下是一个柴神 这种年份不大 只是说买块料着 这个玉纸是不错的 一个小籽料 一小块 带这种枣红皮的 特别温润 这个也是一个质料 是两个人 一个天猪的小手串 虎牙小天猪 一个明代的玉壁 牛头 两面拱 这个是和田玉的一个子料 的一个佛手 这是一个角的 一个松下老人 一个青花 青花又里红 一个小水云 文房器 底下是那个款是一个小树叶 上面这龙纹刻画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是一个锁骨链 都是老猪着 都是玛瑙的老猪着 都是非常老熟的 你看这猪着 然后穿了一个粗的绳 就是可以佩戴了 一个藏银的一个手镯 这个是猫骨 大猫骨的 这个是矫的 这个年份比较大 就比较银润啊 瞅着 你看这光气啊 开片什么的 都非常均匀啊 这就是换个绳 这绳弹力有点小的 这个猪串不错 一个青代的一个释迦摩尼啊 一个佛像 这个是一个明代的啊 一个文官啊 一个文官像啊 这是长鼻子的啊 长鼻子的骨头啊 也是有点像浴画的似的啊 特别细腻啊 特别白啊 特别润 工非常不错啊 一个脚的啊 一个脚的一个迷勒符啊 大迷勒啊 这些年份也是不小了啊 也是在明国往上的啊 看这小细节啊 皮革抱紧啊 你看到这个 这地方 抽出巴巴的 一个玉的一个香炉啊 这个是一个明国的啊 明国的一个大瑞寿 然后底下是这种 景泰兰的啊 景泰兰工艺啊 这个是一个大印章啊 明国左右啊 然后今天东西就这么多啊 喜欢老王的还是给老王点点免费的关注啊 老粉丝还是给老王点赞啊 长按点赞三秒那种 然后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啊